17岁之后 我会长高吗 17岁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的结局 谁说少年得知是不好的命运 看小之哥活得多精彩啊 我做上有福祉 我妈妈叫我去点电 我家里把他们也有福祉 比起浩爷 你们太幼稚了 那你找出去啊 得回来 去不去 想我的事都会哭啊 他又去那家了 听说那边出了点事啊 嗯 反正我不找Jerry 他脾气实在太臭了 但是找他干嘛啊 知道臭脾气的人来源了吧 也就你能自己欺慕你自己 对啊 自己跟自己生气 自己跟自己叫就 这就是我啊 你怎么没去找阿婉哥啊 阿婉一天到晚 惦记着女考古学家 肉麻 我才不愿意当这个店的朋友 连分三个 哇 哇 你这一下真好 好奇苦呢 很欢迎 太难了 借过借过 哎呀不好意思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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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到我脚了 啊 小心我的手 啊 你踩到我衣服了 我的手 啊 你踩到我衣服了 我的手 我马上就要见到围棋世上神秘一样的人物 围棋圆域摇顺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 真正的大家 驱逐 而这二位 则是当之无愧 本音访蒙六天王 访麻过来吧 我想好再去维持 我想你赢 我想让大家 都看到你的才干 你来了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是安倍秦云的学生呀 哎 老师呢 近日皇宫里失窃了一把名贵的琵琶 老师被宣进宫了 哇 真羡慕你的天赋 能够去使这么美丽的诗神 你总是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 下次我让你看看丑陋的诗神 谢谢谢谢 不用不用 有天赋不然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天赋 长得美也是天赋啊 长得美也是天赋啊 王宫里失窃的那把琵琶 是一百多年前 由一位叫认声中间的人设计的 他是个音乐天才 诗文也很了解 却在一次合歌比赛中失败了 终日食不下咽 最后咬舌自尽 这也太倔强了吧 这次输了 下次再比呗 所以如果你有他的天赋 你肯定做的比他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像小枝哥 十七岁开始的高压人生 得多高的情商呀 再像李盛 海璐 麦迪娜三个姐姐 突然就走红了 聪明不怕早 少年得志也并不可怕 难得是聪明以后的事 嗯 这是情商的问题 但是如果跟人生中间相反 只有情商没有智商怎么办呢 情商也是天赋呀 顺其自然 做一个快乐的人就好 嗯 顺其自然 让自己快乐 子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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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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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哭 啊 通人是有这个 啊 ença 這次是Jasmin的表演 外路上有話的風景 我也是同樣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